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研究学科 今天我们继续有莫牧师 Licky主妹和Kurtis掌路在我们当中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 语言、文本和语境 在我们开始之先 我们先请莫牧师为大家做个祈祷 我们同心祈祷 满心感谢我们慈爱天父 给我们这么好的时间 来一起研究主祢给我们的话语 亦求主祢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开我们的心竅 使我们能够明白主祢给我们的真理 亦能够将祂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虽然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以主祢的话语 作为我们的山寨 作为我们的盾牌 作为我们的避难所 求主祢也是引导我们 使我们能够在行事为人当中 都有主祢的同在 我们这样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为名以求 阿们 今天全世界有很多人 我们中国最多人 就有14亿4千万超过了 而第二多的人口就是印度 印度都有13亿9千万 估计在未来的七年之后 印度应该最上中国的人口了 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就是印度 而全球总人数已经超过了77亿 语言有6千种这么多 就以我们广东来说 也有很多很多的语言 有广东话 有潮州话 客家话等等 但是这么多种语言 全本圣经已经翻译的 只有600多种语言 如果单讲新约圣经 和某一些章节译成的语言 大概有2千5百种这么多 这个数字的确是不少的 不过我们来看看 其实在全世界所已知的语言当中 都不到一本 估计现在这个世界上有15亿人 是没办法用他们自己的母语 所译成的圣经来看的 他们都要看其他语文的圣经 所以这种工作非常之巨大 而且任重到远 圣经公会已经是努力的 要确保有60亿人可以以他们的母语 来阅读圣经 对于我们可以用母语来读圣经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 我们有时以为这些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不是的 我们不要忘记 有很多人 仍然没有办法用他们的母语来读圣经的 甚至乎我们知道在过去几百年来 在欧洲有很多人是没办法接触圣经的 因为当时是被禁止的 好在有宗教改革 也有印刷术 所以才可以慢慢改变 后来就有这个法文圣经 有这个英文圣经 各种语文的圣经 陆陆陆陆的出现了 现在我们拥有圣经的人 我们要继续祈祷 不是说有本圣经在手 那是祈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 在我们研读圣经 学习圣经的时候 能够明白圣经里面的意思 圣经里面的启示 特别是圣经里面 向我们所启示的主耶稣基督 在圣经里面 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在生命记三十一章二十六节 把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里门上帝的药柜旁 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 究竟为什么上帝要将圣经给我们 是为了什么的目的呢 在这里我们就请Licky姐妹 为我们讲解一下 其实圣经是为了见证上帝 他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作为 我们看到由旧约圣经开始 其实看到上帝很爱他的子民 他是如何去救赎人脱离罪恶 并且其实在新约圣经 我们很熟悉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里面都讲到 上帝是借着圣经 是教导我们学一切的义 并且是预备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 我们看到上帝 其实他是选用了人类的语言 来到去将他的子义 是传给他的子民 传给全人类 将他的意念都显明出来 他拯救以色列的人脱离埃及的事迹 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记载了 并且上帝要通过 他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之后 要借助他们 将他的资讯和上帝的心意 传给全世界的人类 上帝就允许这个民族 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就是希伯来语 来传说他的信息 就是宣扬他的圣言 而在新约圣经 主要是用希列文所写的 当时当地是借助希列文 很广泛地传播上帝的信息 由希列文的文化 的兴起带来了新的祭遇 令到新约圣经可以通过 他们的影响 很广泛地传开 事实上不单止新约圣经是用希列文写的 就如旧约圣经 现在都有希列文的翻译本出了 在仕途的时代和早期教会 都是因为耶稣的死 就激化了 使徒们和新约圣经的人 他们一种宣教的使命出来 这种通用的语言 就令到当时上帝的福音 就很大地广泛到四面八方 后来使徒约翰就将上帝的道 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他自己所看到的 他都证明了出来 记载在启示录一章第二节里 圣经就用这样的方式表明了 就是从第一位的圣经的作者 直到最后一位的作者 他们都是来自于他们的见证 就将上帝的话语见证了出来 其实上帝的话语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Torah的律法书 以色列人是非常看重的 譬如说你有上帝的话语 但他自把自为自行己路的话 何必要有上帝的话语呢 上帝的话语就是要点明你当行的路 上帝的律例是怎样 那些以色列人是很害怕自己 是违背上帝的律法 于是他们就听摩西话 摩西就说要将律法书放在额上 要放在心里面 于是他们就如何细在额上 他要用条带绑着条带绑着根 有什么位置都尽量写 然后要放在心里面 怎样放在心里面呢 他们想到一个绝招 就是用一些很小的纸子 将圣经 不只是律法书 不只是那十条界明 是包括摩西不经 有很多其他条例 很小的纸子 卷在一个小小的卷軸 以绑着在左手臂上 这里是最靠近心房的位置 于是就 就放在心上 是在额上 所以如果那时宗教的人发宗教材 如果是买一本圣经的话 人家帮你抄 那时没有人拆术 人家帮你抄 你付钱就可以 不行不行 这些要自己抄 不可以假设于人 于是他们就没办法了 只能自己抄 但是还要赚到钱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在压上 就放一个很小的盒子 用带绑在头上 绑在手臂上 于是就有两个小盒子 这样也可以卖 但是时至今天 我们发觉多了很多不同的版本 我们要放在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系在压上 放在心灵里面的方法是怎么样呢 就有点不一样了 很多人买了一本圣经回来 就真的手上是拥有的 不过就没有读 但是读的时候 也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下下都说 你看回原著 原著是这样说的 不懂得看原著 其实圣经这个律法 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教训是怎么样 以色列人这么注重这个Torah 这个律法书 是真的很害怕自己违背了上帝的戒命 是不知道甚至而引致全国民族 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而灭亡 就是不受到上帝的祝福 是很害怕的 所以他们每一次有双聚会的时候 都拿回律法书来互相对比 看看自己有没有行差答错 因为那时候他们不是每个人都拥有 希望尽量抄射 你听得到几真就抄几真 于是就常常都拿来提醒自己 今天有没有做错呢 如果是那只羊被哪个偷了 如果是这个人犯了打人 不过不小心打死了人 然后又要怎样呢 这些全部是对比 很多圣经的Torah的部分 他们是很害怕自己会犯这些错误 但时至今天我们看律法书的时候 有没有用它来对比一下自己的言行 对比一下自己的心意呢 虽然人是很喜欢走这个法律 就会觉得圣经说当孝敬父母 就没有说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于是就会走这些法律 其实你有这么多本 中多本的《易本圣经》在这里 你对比一下 不是说等你可以四四五日取消某些东西 于是就立于不摆之地 只是做少少进行上你的知 不是这样 而是作为一块镜 对比一下自己的生命 对比一下自己的生活 你有越多的版本来看 你就越知道原文的心意 的解读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和有中文英文的时候 就会加多一句 以英文为准 是吧 其实我们看圣经看多些 是看多不同的版本 都是要看 以上帝的心意为准 不是按我们觉得 这个版本对我没什么理 所以就不理他了 那个版本对我更好 于是我就看那个版本 不是这样 我们有更多的版本 其实是要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更完善的人 不是为了向上帝交代 我没事了 OK 不是这样 是的 藤长老在这方面 是说得很贴切的 特别是突出一个中心 刚才说很多经文绑在身上 戴在额头上 这些都是强调我们要去读圣经 纵然有很多的版本 放在你面前 如果你不去读的话 这些圣经对你也是毫无益处的 所以作为一个在基督徒家庭成长的父母 我们不单止要去读圣经 而且要鼓励我们的小朋友去读圣经 圣经也要教导我们 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童 当走的路 以至到他们老 都不会走错 走差踏错 所以我们要用什么来教导他们 当然世人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 他们也有很多的梦想 但是圣经明确指示我们 我们要如何去读圣经 是歌罗西书的三章十六节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传在心里 用诗章重词 凌歌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感恩 歌颂上帝 无论做什么 或说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感谢父上帝 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 说话行事 都要把基督表明出来 就是要把真爱上帝 爱人的心表现出来 这样我们的人生 就会有意义的 不是空虚的 当我看到我的子女 特别我的女儿 她以前是很害羞的 在教会里面 都不会主动去参与一些侍奉 但是在她成长的过程当中 她明白了圣经的话语 明白了上帝的教导 特别是要将上帝的话语 去分享给别人的时候 她主动承担起 儿童安息日学活动的责任 我作为父母感到很高兴 因为在约翰三书第四节说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就没有给这个大敌 为人父母最终最大的喜乐 是看到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长大成熟 扶起她的责任 而我们天上的父亲也是这样 耶和华上帝最大的喜乐 是我们要按照祂的话 按照祂的旨意来行 敬畏祂 信靠祂 爱祂 做祂要我们去做的事 莫牧师提到的 真的 当我们能够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 或者看到我们身边 我们自己所爱的人 都能够和我们一起 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话 真是何等的喜乐 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故事 例子 能够激励我们 当我们能够虚心地去学习 但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看一篇文章 这样 而文章里面 他的字词 他们的含意 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文章的字词 就是作者 将他的意思 借着这个文章 向他们表达 我们看圣经也是一样 上帝借着 他的话语圣经 向他们表达他的意思 但我们知道 圣经的旧约是由古希伯来语 阿难语 新约是由希腊文寫成的 但很多人都不懂得看这些文字 当翻译的过程当中 亦都是有一些东西要特别注意的 因为每一个语言文字 他们总是有一些字词 是有他们独特的丰富的意思在 当翻译的时候 有时候 翻译者真的搞尽脑汁 怎样把这个丰富的意思 放在另一个文字 另一种的语言里面 举个例子 我们讲东话 譬如说 这个人做事 是用来做的 要你翻译成其他的语文 你想想 都很难表达的 但我们广东人一听 就知道什么意思 会心未笑 或者知道我是这样的事 所以 当翻译的时候 翻译者 就要很清楚去注意 所以 我们知道 每一种的翻译工作 与圣经的翻译工作 来比较 圣经的翻译工作 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需要 是上帝给翻译者 有聪明智慧能力 但感谢主 我们看看很多的 日本圣经 今天我们有 广东话圣经 有 英文圣经 或者 我们现在的和合本圣经 里面 我们看到 表达的意思 都令我们很容易明白 圣经里面 向他们所讲述的意思 的确 在圣经当中 如刚才范牧师提到 有很多文字的翻译 特别是 古代的希伯来文 和现代的希伯来文 又是另一回事 但无论如何 我们从圣经当中的翻译版本 我们都感受到 上帝对人类的爱 特别在旧约圣经 希伯来文的慈爱 就是旧约圣经当中 含义最为丰富 而且心动的慈会之一 他描述了 上帝对他的子民的人爱 恩慈 怜悯 及守约的态度 在下面这几节经明 在《聂王记》上的三章 第六节 我们看到上帝对他伯仁大慰 说到大师恩慰 又为他传留大恩 这两个翻译 都是从圆希伯来文的慈爱 那个慈里翻译出来的 又有在诗篇第五十七篇第三节 他必发出慈爱和诚实 对以色列文 他向《亚国法》的诚实 向《亚伯拉罕斯》的慈爱 这个在《尼加书》七章二十节 所有这些书卷上都写满了上帝的慈爱 从这些经文的慈会当中 都是表达出上帝对我们的恩慈和爱 是很深厚的 圣经不间断地提及到上帝是满有恩慈和慈爱 虽然人类是不断地违背他的药 或者有那样的过法 但是他仍是用他的慈爱 仍是用他的宽恕 是用他的遥述来换起我们归向他 甚至最大的一点就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为了要我们得住他的救恩 这个就是上帝所显明的他的慈爱 上帝赐我们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其实不单是给我们他的恩慈 其实我们都会常说我们信耶稣会得平安 耶稣基督其实他的牺牲也是带给我们平安的 在希伯来文有个词语叫Salom 其实这个被翻译为平安 这个平安的意思不是单单停留在这里 其实Salom还有其他的意思 就是有完整圆满和幸福的意思 上帝的祝福和恩典 就被我们人类处于这种Salom的状态 这个是来自于上帝的恩慈 在文数记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里面说到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念光照你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念赐你平安 所以这里的平安其实就是来自于上帝的恩慈 但是相反了这个形成鲜明的对比 就是记载在《约伯记》里面的 他的经历是来自一个祸患 因为他不得安逸也都得不到平静 我读一读这节经文就是《约伯记》三章二十六节 《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 所以约伯其实他就是没有这种Salom在他的心里面 所以他不得安逸 在现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面 能够以安逸日的平安来迎接安逸日的来到 其实是一件非常之意义心重的事情 因为我们和上帝的交通 给了我们生命中所渴望的终极的平安和圆满 其实我们真的很渴望耶稣给我们这一份平安 不就是我们常说安逸日平安 真真正正我们在安逸日里面 我们放下一切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真的有耶和华和我们同在的那种平安 是非常之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会发觉一些字 是不明白它为什么的 你的字也不明白为什么 怎么知道整个意义是什么呢 但其实圣经是有自己解释的方法 你一路读圣经下来的时候 不明白的东西你记得把它记住 然后去到后来 你会在圣经其他地方找到 那个原本意思的答案 但是话说回头 很多时候我们不同背景 或者看到的不同的字 对那个字的理解不一样的话 会得出奇怪的答案 譬如是什么呢 两个人不同背景 说同一个字 这个是我的朋友 你好好招呼他 那要招呼他的是谁呢 如果我是一个黑社会大佬 这个是我的好朋友 你好好招呼他 我知道了 然后就打他一生 请个吃饭是两回事 同一个字 对不对 而圣经有很多 我们不是常用的字 但是它是很互为关系的 譬如上帝的荣耀 或者刚才说的 就是圣经的平安 就是这些呢 你说圣经的平安 我们是不明白的 但是我们再看多些 圣经其他的经文 互相对比 我们就开始明白 我原来 上帝的心意 是放在那里 虽然我不明白 原本的字是什么 但是我们能从中体会到上帝的心意 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 还有圣经那些字 本身来说 跟我们 譬如我们中文那样 所用的表达的方法 有时是不同的 圣经很特别的 它用的一种重复的说法的时候 就强调这个意思在那里 譬如我们说 哇 这件事很神圣 非常之神圣 那圣经呢 就会说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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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去说 还有呢 原文的圣经呢 它用的字 一直这样 字句就一直这样下来的 它就是用它的字的意思 来表达 但是它又没有把它分开 标点符号的 有时我们觉得 没有标点符号的一段的文章 真的有时很难理解的 但是对当时代的人来说 因为他们习惯了 他们就是用他们的字意 来表达它的意思 而且是丰富地表达 是不会难读的 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 我们看圣经 无论你看中文圣经 英文圣经 翻译的人呢 为了让他们更加明白的 现在呢 都加上了一些标点符号 在这里了 一些段落在这里了 也都在这里 我们要请莫牧师 和他们解释一下 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的确在不同的国家当中 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字的文化 而且我们特别作为中国人来说 我们中国的文化是远远流长 很久 好几千年的历史 我们也看到我们中文的诗歌里面 很少很少会出现那种重复的词语 特别很讲求那个诗词 那种压运和那种七律 或者四言的诗的工整 类似圣经那里 可能给我们有一些误解 其实这不是误解 有一些事情 当他说得是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大家作为父母 对子女 亦都会说两三次 三四次 很多次 这样强调它的重要性 特别在《创世记》当中 希伯来文的作者 他想强调上帝某一种属性的方式 表现出来的时候 就用三次字词出现了 在《创世记》上帝创造大功的顶峰的时候 经文就着重强调了被造的人 他独特的重要性 在《创世记》的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 亦都是说这个《创造》的这个词 总体来说 是以上帝作为主语 也就是说上帝才有能力来创造这个万有 这一节经文描述了人类的创造 于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 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 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 这是《创世记》的一章二十七节 请大家注意 这里出现《创造》这个词 是重复出现了三次的 所以圣经的作者摩西 在这里强调 这个创造的主权不是其他人 而是上帝 上帝创造了人类 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来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重复三次这个创造 所突出的上帝创造的真理 刚才范牧师也提到 先知以财亚 他在被依仗和上帝呼召当中 他曾经说过 盛灾盛灾盛灾万君之夜和话 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六章第三节 当以赛亚站在全能者的面前的时候 他亦同样说过 祸灾我灭亡了 这是在以赛亚书六章第五节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种圣结 即使像以赛亚伟大的一位先知 但他面对上帝圣结的品格的时候 也会因为自己的不盘而畏缩 所以圣经已经表达了人性的很多堕落的本质 同时重复的词语强调圣经中表达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反的例子 例如在大尔理书第三章 《泥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帐》 这一句词语也出现了很多次 在三章的一节、二节、三节、五节、七节、十二节、十四、十五、十八节 这个词或者他的变体在文章中被重复了十次 这个与泥布甲尼撒无视上帝直但以理 向他揭示真理、真相作出对比 因为这里强调的人是想试图将自己变成一个被崇拜的对象 而摒弃了唯一的真神就是值得去敬拜的上帝 所以圣经当中有不同的修辞、词语、重复的手法 来表达上帝对我们的意思 对于圣经里面 上帝向我们表达什么意思呢? 很容易牵涉到一篇文章 因为圣经都是一篇文章 我们要看的 文章里面的字词的意思含义 以及他的语境 一说到语境 其实就是表达出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他的情绪、思想 当然也表达到当时的文化背景 也会从这些语境里面 我们看到当时所表达的环境 甚至是空间 举一个例子 我们打开圣经 《创世记》一章二节 这里讲到 地是空虚运动 于面黑暗 上帝的灵运动 在水面上 我们一看 我们就知道 那个意境是如何 我们不会说 地 地 黑暗 还黑暗 水面 还水面 好像三样不同的东西 但我们看这一节圣经的时候 就是联贯性的看到 就是这一节圣经所表达的语境 就是说上帝来到地球的时候 原来是空虚运动 黑暗的 黑暗的 上帝的灵运动在水面上 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语境是有分有章节断落的 比如举个例子 运动在水面上 究竟是在海水上面 一个湖水上面 或者一个池水上面 不知道 水面上 但如果我们看圣经看下去的时候 比如我们看到 第九节的时候 上帝就说 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 要使海地露出来 在这件事上面 我看到 原来当时这个地球 是被一层水包住的 所以上帝 在水面上 就不是一个湖水 或者一潭水 一个池水 但是整个世界 都是被水包围着 上帝的灵 就运行在整个世界上面 在水面上 这些这样的文章 它的语境 就一直一直让我们更加清晰去了解这篇文章 所以说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了解整篇文章 千万不要断章取义 在这里提醒我们 也提醒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看圣经 也需要在直着 圣灵的感动 一直看下去 我们就会很清楚明白 是的 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应该的确要注意当时的语境 或者背景是如何 因为不同的环境之下 所表达出来的一个词意 又是另外一种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 创世记 刚才我们提到上帝创造人 这个环节 在这个语境当中 亚当这个词也有不同的意志 我们在创世记一章 二十七节 刚才提到这个创造 是强调上帝的创造 现在在这一节经文当中 人被定义为男人和女人 这就说明这个经文当中的希伯来文 亚当就是人的意思 就是意志理解为整个人类的犯子 而在另外一节圣经当中 在创世记的二章七节 他同样采用亚当这个词 但是亚当这个词是指着地上 用尘土造成的亚当这个人 所以在希伯来文当中 有时候一个词 甚至是名词 有幅数和单数的形式出现 我们在中文来说 这种形式是很难看得到的 甚至是很难说人就人 有时是一个人 有时是多数人 要用其他词语来表达 但是在希伯来文当中 有时候在不同的语境当中 他就用一个单数 或者幅数的性质 来表达出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词语的意思 所以两章的经文不同的语境 我们可以看到有亚当作为人 是表达出男性的亚当和人类的亚当区别 所以作为男性的亚当 后来在家谱中也得到证实 而且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 也将耶稣基督称为第二个亚当 所以在两种的罪述当中 虽然有不同 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他是不差 而是我们确实看到上帝创造人类的起源 我们看一看圣经 这个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 一章二十节 我就准备用另一个意境来读出来 你听听我的感觉是如何 智慧人在哪里? 民事在哪里? 这个世上的辩事在哪里? 上帝豈不是叫这个世上的智慧变成愚绝吗? 读出来就变成这样 但是不要忘记 保罗就是那个智慧人 刚才麦克尔牧师说到 上帝创造天地 亚当 人们可能会在这些家谱当中 一直用人的智慧去找 这条犯错的不错 总之是排除了上帝创造以外 用进化的方法才一定是对的 总之上帝说了 他几叻都好 一定是不错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去找出来 但是 其实 这个 世上的智慧 最后 保罗的圣经就说 是变成愚绝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 他们有世上的智慧 其实 每一种生物都有智慧 哪怕我们说诸如此笨 也好 诸也是有智慧 而且 每个人都说诸是聪明的 作为人 万物之灵的人 他是选择 我的祖先 不要是人 要是 总之是上帝创造以外 你无论是什么都好 刚好就是进化论 就是简进化论 哪怕是变成由动物以来 你想想这个智慧 有多大呢? 圣经就说 这个智慧 要变成愚绝 其实 每一个人 出生以来 都有他的智慧 有些国家 你会觉得 他会落后50年 但是他会追上来的 人身为万物之灵 是有上帝的灵 在他当中 但是我们如果选择了 世上的智慧 我们会因此而变成愚绝 没错 圣经是让我们有聪明智慧 让我们知道 我们应当走走的路是怎么样的 因为整本圣经都是 上帝给我们的启示 圣经66卷书 每一卷就是圣经一个单元一个单元 新约我们知道有27卷 旧约有39卷 我们看这些圣经的作者 所写的圣经的时候 我们有时会看到 有些是讲寓言的 讲很多寓言 譬如《丹利亚》、《启示录》 但有些是一些历史 譬如《撩王基相》 《历代之相》 有些是一些会篇 譬如像诗篇 还有 当我们看一篇文章的时候 有时我们会了解一下 那个作者是谁呢 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因为现代人所写的 和古代人所写的 是有不同的 或者他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区所写的 都有不同的表达 因为他的风作习惯 他们的文化背景都不同 所以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 我们也会看到 圣经的作者是哪一个 他什么时候写 在什么环境的时候写 他写的时候的背景是怎样的呢 当然我们知道 圣经有摩西五经 是由摩西所写的 《创世记》开始 《创出利民生》 当然 因为圣经里面有讲到 是摩西所写的 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 有些章节有提到的 但是有些书信 我们就知道 是不知道 找不到答案的 虽然知道大概的时间 那样 譬如我们看《新药圣经》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 没有讲到他的作者是哪一个 不同其他的保罗书信 他一讲就讲到 保罗死给哪一个 对不对 《希伯来书》 我们看来看去就看到 作者 就会称提摩泰做帝兄的 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 二十三节 但是知道 是跟提摩泰同时代的人写 但是确实是哪一个呢 有些人说是保罗 但是实际是不清楚的 譬如在《旧约圣经》 也有一些不知道作者的 譬如《路德记》 谁写的 虽然写《路德》 不是路德写的 没有讲到路德写的 譬如《以斯帖记》 谁写的 都没有很明确的 甚至乎 这个《撒母义记》 是不是撒母义写的呢 圣经没有说 撒母义写《撒母义记》 可能是撒母义的学生 帮他写都不顶 但是 无论是哪个写都好 我们都看到 圣经的作者 其实最终就是上帝 上帝藉着他的先知 先言 将他的话语 使得下来 使得下来 是为我们全人类的益处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在这里我想请Licki 说一下 《摩西》写《创世记》 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在《摩西》所写的《摩西五经》里 其实由《出埃及记》到《生命记》 其实都是出埃及之后才写的书卷 但是《创世记》 因为它要记载人类历史的起源 这是一个基础 所以这卷书 就是在出埃及之前写的推论 其实是没错的 怀爱伦他在《先祖与先知》里面 也记载过一段这样的说话 《江阴一年一年的过去》 《摩西》戴着羊群 在寂静的山中到处漂泊 他常想在同胞受压迹的境况 回忆上帝对待列祖的恩典 以及他赐给选民的应许 他就昼夜不断地为以色列民讨告 有天使所发的光辉围绕着他 他在者女受上帝圣灵的感动 写了《创世记》这一卷圣经 其实《创世记》不单只是 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的起源 其实也在《创世记》里面 都告诉我们上帝的救赎 特别是救赎人类的历史 其实在《创世记》3章15节里面 就告诉我们 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亦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其实这里就是 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出现 其实就是要救赎全人类的历史 所以我们看到在上帝 他藉着《创世记》 告诉我们上帝要救赎他的子民 另外上帝也藉着《阿伯拉罕》 这个人物 他和阿伯拉罕所立的预约当中 他也告诉我们 他的救赎计划的开始 其中包括上帝对阿伯拉罕的应许 就是他要成为大国 并且要赐予阿伯拉罕 他的子孙多于地上的沙 所以在《创世记》里面 我们读到的是什么的资讯呢 我们读到的是上帝的恩典 还是读到人类的堕落呢 在撒旦的眼中 《创世记》无疑就是一本 《人类堕落史》 他怎样战胜这个夏娃 顺便赢亚当 接着他的儿子 该人也赛了亚伯 接着那些人又在巴别塔 接着地上充满了罪恶等等 对啊 还有上帝怎样的洪水威溺地球 这个还不是一个人类堕落史 是他怎样的战胜人类的光明记录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 《创世记》是大拯救的开始 上帝是为主要让人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 的搏斗的开始 甚至到《创世记》最后 通常看一本书 你是看到的 开头的结局是怎样的 《创世记》的结局好像未完 但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结局 《创世记》的结局就是说到 约瑟的鞋骨 停放在那裏 是准备要由埃及那裏 领回上帝的应许之地 是不是 那你觉得是一个未完的事情 还是告诉我们 是一个盼望呢 约瑟的鞋骨 甚至是要不留在埃及 我是能够进入上帝的应许的美地 是他一个很大的指望 就是证明他相信上帝的拯救 所以这卷《创世记》 他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我们不能放弃 是人的心意要由罪恶里脱出来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离开上帝也好 他是要坚守 因为上帝给了我们盼望 Kurtis长老就跟我们说到 他说 约瑟他相信上帝的应许 盼望去到一个上帝的应许之地 他把鞋骨都要什么 拿走 不要留在埃及 上帝在《创世记》里面所说的 不单单只是说到 我们人类的起源 我们是怎样来的 当然圣经说是上帝创造我们 上帝将他的生气吹在人的鼻孔内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我们就是上帝的代表 来到在这个世界做一个管理者 上帝将这个美好的世界 是交给我们人类 负责去管理的 那当然后来也记载到人类的堕落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看到整本圣经 他讲到一件最重要的就是 上帝的爱 讲到上帝的救赎 这个才是最重要 我们知道我们的来源是什么 我们是怎么来的 但是这个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盼望 没有 因为我们已经堕落 我们的经历就告诉我们知道 人类的历史就充满了血泪的历史 战争的历史 人是会死的 人是会互相去撕杀 人是自私的 因为人离开了神 但是圣经就再一次提醒我们 我们仍然有盼望 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救赎计划在里面 从创世的时候 在创世记已经是写得很清楚 女人的后裔 要伤蛇的头 这个后裔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 他要是战胜罪恶 拯救我们 我们再看看圣经里面 有讲到什么呢 讲到我们的品格 圣经不是单给我们一些空泛的知识 空泛的一些历史背景 这只是一个知识 但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圣灵会感动我们 当我们虚心去领受的时候 上帝让我们更加明白 这位作者上帝真正的意思 是要让我们有一种得救的真知识 这种得救的真知识 是告诉我们知道上帝的爱 我们知道人的品格很难追求完美 但圣经就告诉我们 你们要完全 好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 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要求 或者这样的吩咐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遥远 怎样能够 我们能够完全到 好像天父那样完全一样呢 正如我们中国 也有一句说话这样说的 至于自善 我们追求这种善去到完美 才可以停止 如果靠着我们的修为 我们的读书 或者我们人类的一些知识智慧 能不能够达到这种完美的境地呢? 不能够 真是很难 就算我们的孔子 他都说了 七十岁的时候才从心所欲 就是说 他的思想里面 和他所做出来的 是一致 他的思想要做好的 但他也真的能够做到 从心里面做出来了 保罗也有一段说话 跟他们说的 我想做的 但里面有一个律 是吗? 走出来的 不由得我 每个世人 其实都跟我们的先言 保罗也好 我们的孔子也好 都有同样的经历 甚至乎我们 是比不上他们的 对不对? 我们怎样能够做到呢? 圣经就很清楚说 当我们将耶稣基督 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做到 让耶稣基督管理我们 代替了我们的旧我 所以圣经里面 也经常提醒我们 对不对? 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 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 这十字架来做什么? 就是将我们的旧我 钉死 不是钉死一次 天天 我们每天都要从这个 善乐斗争里面 要战胜 我们必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耶稣离开我们的时候 升天的时候 祂说 差显祂的灵 就是圣灵 就是一个保卫师 来到我们当中 今天我们研究圣经 看圣经 我们也是祈求圣灵帮助他们 让他们明白圣经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读圣经 就不要凭自己 要凭圣灵的感动来读了 读圣经的时候 也都不要凭我们自己的本意 或者只是看别人各个不同的译本 然后就觉得他们中间 有一些个人的意思 放在里面 其实应该要按照上帝的心意 圣经 为什么我们明明是说不同的文本 我们就单单只是说了创世纪 不是每一卷经文都需要在当中 看到它的内容的含义吗 其实圣经是一开始是讲上帝的创造 我们知道那是我们的创造主 然后马上就讲祂的救赎 其实在圣经每一卷书里面 都有耶稣基督在每一卷书里面 讲祂的作为在哪里 上帝的作为在哪里 都是要救赎我们从罪里面 拯救出来 要不然阿当夏娃吃了那个感觉 后面大概不需要按厚一本圣经给我们 当然我们也会明白上帝的真理 但是在人类堕落之后 我们就很需要这一本圣经 因为里面是有我们得救的智慧在里 因为作为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 而人竟然在创造主的手下犯了罪的话 那不是创造主处理是谁处理呢 父母生了个儿子出来 如果儿子病也好 那你说我只是你的创造主 我是你的父母 我创造了你出来 生了你出来 你自己搞定了 鬼叫你病 不是这样 上帝也是我们的救赎主 他要负责我们的事 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次研究的题目就是 《创造以创世记为基础》 第一篇 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先做个祈祷 好 父神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 一起研究学科 也都求你帮助我们 明白圣经的真理 有圣灵与我们同在 天天预祝你有一个密切的交和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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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 阿ela